! 好!來! 人物專訪第100期的特別企劃 請到了非常特別的 正式的感覺 因為我們很少出外景 我今天心情也很嗨 因为我们很少出那个摄影棚 那我们先从不正式的开始 我们今天的嘉宾 因为我开始在想说 我到底要怎么介绍你 介绍我的老朋友 然后呢 因为我觉得我对你的了解 你应该比较不会把什么奖项 什么的这种头衔 一直放在身上 那但是因为你的作品那么的多 然后呢很多的作品 都有很幸运的入围了 那依照你的作品 跟你的入围奖项的比例 那不然就称呼 我们来欢迎台湾的美丽史翠谱 哈哈哈哈哈哈 薛士林 哈哈哈哈哈哈 哇这个 很破格吧 猝不及防 哈哈哈哈 我一直在想说 你要讲什么要讲什么 因为很多都 人家外面在announce的时候 他们都会讲一些 冠冕堂皇的话吗 对对对对 哦没有这种事哦 没有啦我还好啦 我真的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但是被突然间 就美丽史翠谱 哈哈哈哈哈哈 有点好 好 嗨 在访问之前 前几天的时候 那个台北电影讲 哦对 颁奖天涛 薛士林又入围 一期又入围了南配角 那我觉得当时的你的入围的感言 我觉得感触很深 你觉得很谢谢大家 谢谢工作团队 然后让你一直在持续的做你热爱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十多年的时间 不只是从当歌手的时候 后面当演员的时候 你一直在做你热爱的事情 你一直在保持你的热情 在你喜欢的事情上面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很认真的在对待演戏 当演员这件事情 你是热爱的 你是喜欢的 你是想要一直持续下去的 嗯 什么时候开始 大学吧 因为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才第一次接触到戏剧的 这个东西 才知道有戏剧表演这种东西 因为以前我长大的环境 身旁的周围是没有任何 跟这类型相关的资讯的 所以我的印象就是停留在 看电视机 看节目 看那些拍出来的戏 然后不太有任何的 戏剧表演的概念 然后是一直到上大学之后 才因为 因为我大学是读英文戏 然后所以要 做很多西方文学 还有舞台剧的一些评析啊 写小论文啊等等的 然后才知道说 哦原来有戏舞台剧这个东西 然后哎哇 台湾好像也好多人在做 才开始去慢慢接触到这一块 才发现这真的是一件事情 因为以前 我是真的就是完全 没有这项产品的概念 在大学之前你完全对 零 戏剧圈 完全是零 完全不知道 就是停留在很一般 哦跟妈妈 晚上吃完饭 跟爸妈一起看电视 这样 半八点档就这样 就结束 对 大学的时候就燃起了你对演戏 成为演员的兴趣跟目标 到现在的话 你是怎么持续的去继续的热爱 这件事情 嗯这个没有单一 对我来说它没有单一的答案 一方面我发现就是自己 会因为自己的状态不同 然后 呃 而可以 觉得可以做下去 呃有的时候就是很累 或者然后可能接完一档戏 很累 就觉得身心俱疲 然后后面就觉得想要休息一下不要再拍了这样 那可是 睡觉起来之后又会觉得 好像昨天的那个想法只是因为累 所以心情不好 然后就觉得 哦 但是现在睡完了 诶心情 呃体力有了 然后心情就会好 然后就觉得可以再继续做 可是有的时候那个好像没有办法因为睡觉而缓解 有时候也是因为身旁的人 就是有时候很拍的很累很烦 然后可能 因为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很多时候环境条件其实是不太好的 就是在荒山 对台湾的拍戏的环境 可能是好莱坞就全部都在摄影棚 什么没有没有这种事 对 就会心情很烦躁的时候 可是我看到 就是身旁的人啊 然后大家都还是 耐着性子 然后很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也我也会被身旁的人影响 所以那个心情是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也是互相 互相扶持 互相帮忙的 然后其实我对这点我觉得 很感谢他们 应该是说在业界里面所有的每一个人 就是真的很感谢 就是你可能不觉得你自己 有意识帮到了我什么 或者你帮到谁 可是其实你知道 我看着他们这样很认真的这样做好自己的事 不管是大到师 小到实习生 对 都很认真的在做一件事 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被鼓励到 我就觉得他们有帮到我 当然他们不是什么有意识的主动实质的帮忙 可是对我来说那也是帮忙 所以有点算是 互相的刺激吧 我觉得看到大家都还在 为了这个产业 然后为了自己喜欢事情而努力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幸福 然后就觉得 可能就有 力气继续做下去吧 特别是 因为这样拍下来 一路上有时候会重复遇到一些已经合作过的伙伴 我都会觉得超级无敌开心 因为其实 我的工作类型很 蛮妙的 它的特性蛮特别的 你会跟一群人 大概在两三个月里面朝夕相处 然后 建立很多 共同的回忆 还有革命情感等等的 可是很多时候 这两三个月结束之后 你们这一辈子就不会再见面了 这是我觉得蛮奇特的 一种 缘分 我知道 可是我是真的都会这样觉得 就是抱持着 我都抱持着 我跟你就自然三个月的相处 所以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时间 还有我的体力 还有我的精力奉献给你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东西 然后很多时候 可能在一档结束之后 就真的明明 明明好像都在同一个城市 好像你说大不大说 但是就是不会再见面了 对 所以那种缘分跟那种 会让我觉得很奇妙 然后会特别珍惜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互相 彼此互相影响吧 我觉得 就是在那个拍的那一段的过程里面 就是一个 在做自己热爱工作的事情的人 对 遇上了一群 同样他们也在 做他们热爱的事情的人 合在一起 才会有那个互相的那个 动力也好 鼓励也好 对 但是那个东西不是 不一定是要真的展现出来的 而是我可能很认真的在做一件事情 对 让你看到了 对 或者你感受到 我这个东西准备得很好了 我这个东西散发出来的 我的能量是够的了 进而互相的传染了 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一个群体的一种良性循环吧 一个组织工作都会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良性循环 你也不用什么都会 我就只是一个演员 我什么都不会 我不会化妆 我也不懂衣服 然后我也不懂头发 我也不懂灯光 我也不懂敬畏 但我只要会处理好情绪 然后会用那些东西来表演演出 完成这个角色就好了 其他的有他们专业的人 然后你看着他们 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专业 然后这台机器就会顺畅的运转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妙 我也很喜欢 对你不用一个人 就是每个人都要有斜杠三四个技能什么的 我就觉得不用 就做好一件事 你喜欢就好 就是因为可能你会这个 大家别人不会 可是别人会那个 你不会 所以才有机会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做 加起来 才是很完整的一个事情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 如果拿 就是剧组就常常就是一个 跟一般的公司好像没什么两样 就是临时为了一个案子 然后编制起来的 等于是一间没有实体办公室的公司 可以这样讲吧 一群临时工吗 可以这样说 但我觉得C師是差不多 你仔细 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分析的话 其实是这样子 没错 然后当这个案子结束完成之后 这间公司就地解散 就这样子 对 那只是一般外面的公司不会 他们就是同一群人 然后再结下一个案子 但我们不是 通常当一个剧组 一个拍摄的行程 杀青了 结束了之后 你觉得最常留在你身体里面 留在你心里面的是什么 就是跟那群人相处的感觉 跟回忆 然后还有就是 很多 这个好像没有单一的答案 跟那群人相处的回忆 然后一起去过的地方 一起工作的时候的感觉 然后一起完成什么很大场面 很特殊的场面 没有拍过的 有一些比较特效很多的戏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好难喔 然后之前也有做过一些比较困难掉钢丝的动作 那时候大家整组也是大家都很紧张 然后我就会觉得 哇 我那时候做那个钢丝的时候 是这群人跟我一起经历过这个事情 然后 对 就是这些啊 你会是一个去 事后再回想去想说 这个东西好像怎么怎么做可以更好 这个东西我如果怎么怎么诠释 好像可以更好 的那个想法会很常跑出来吗 在现场通常不会 然后 通常是 就是如果有一些事情 跟有一些走位 或者是有一些状态是我自己有疑虑的话 我会 我在现场的话我就一定会看Mode 不然现场我比较没有看Mode的话 看回放的习惯啦 然后另外一个是 因为我们的工作特性是 通常最初的一定是文本嘛 前期 非常前期的时候 文本跟一些想法 中间是拍摄 最后是成品出来这样 这三个其实并没有 所谓的正相关或是不相关 我的意思是说文本很好 就代表拍出来之后一定很好吗 不一定 文本普普通通 拍出来一定就不没有 有时候会很好 这其实三个并没有什么关联 所以有时候也会好奇说 那最后的成品是怎么样 会自己想去看 然后看的时候就会知道 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在表演上面的话 是可以进步的 这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 你不要会 对下次如果还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当初为什么你妥协了 是为什么 是因为这场地 逐渐时间限制 然后所以 那时候大家都很敢 大家都很焦虑 所以你就妥协了这件事情 但表演出来的话 就是会有问题 那我就提醒自己 那下次不要 下次要就是坚持 坚持一下 再多坚持一下下 不要这么快妥协 就是这小的技术点 其他都还好 你比较会去想的 就是你自己本身 你可以怎么调整 你可以怎么处理 你怎么 下次怎么样可以再更好 对啊 因为那是我唯一看得出来的 因为其他我又看不出来 也不会 就是因为 只有化妆师会看得出来 化妆师必至说 他的眉毛 怎样怎样怎样 我根本就看不出来 然后灯光师也是 灯光师会看说 这个灯就是不对啦 你好歹也会看得出来 我怎么看不出来 好歹也看得出一点吧 我看得出 你的表演不对 不是表演不对 就是你的情绪怪怪的 跟你的哪里就是 呃 动作很硬做 就是那个 那个我看得出来 所以 所以我 我只要做好 我顾好我自己的 专业的部分就好了 其他的就 应该是很认真的 在顾好你自己的部分 因为我也只会顾好 我自己的部分 其他部分你应该不至于到看不出来 我觉得你 没有 比较谦虚 你要我看得出来一个妆的 落差的话 那真的要非常严重 真的非常严重 我又说我也不是严重 是说剧烈程度的变化 对 然后如果光你要到我看得出来的话 那那个光一定打得 就是落差非常大 可是因为我可以理解那个心情是 你是做这个 你是做彩妆 你是做发型的 就是一个怎么样 你会马上发现 当然 当然 所以那就是专业的不一样 专业的程度的部分 对啊 所以我不会去太纠结 其他的事情 因为我也不懂 然后对 所以我就只顾好我自己的部分而已 能顾好自己的部分 然后顾到目前的成绩 其实已经算很不错了 我觉得很幸运了 太棒了 不是不错 运气很好 你这样 你多久 你拍戏拍了多久没有休息过了 因为其实从 从之前 有拉疫情算休息啦 疫情那个大家都在休息 疫情那是强制休息 那疫情之后这两年 疫情走下 趋缓之后这两年多的时间 因为几乎看你的作品是一直在走 一直在run的 嗯 你有好好的休息过吗 因为你是需要休息的人 我是需要休息的人 但是 好像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一个 很长的时间 度假或者放空什么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 还好 可能真的 真的有被救赎吧 因为 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 我刚才说 就是我每次都觉得 拍完一档之后 我真的觉得身心俱疲 我要先休息两个月 然后就是 我不想要再看到 这么多人 然后可是就会 好进了下一组之后 然后看到大家 我又觉得我 被救赎了 然后又觉得 很开心 我不知道 我真的很矛盾 里面只要 看到大家 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如果再加上有几位 是之前有合作过的 你会更开心 对我会更开心 因为就是会觉得 哇 我不知道啊 就很像站在溪流里面 一直冲 他还在 然后 有的我也会很感动说 哇 我第一次跟你拍的时候 你是摄影三主 或是二主 他也是当摄影师的 我会觉得 我见证了这个 你看着他长大的 我见证了这个 就是他 他做到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就会觉得 天哪 天哪 好感动 而且你还在 你没有 你没有离开 那因为 就是每个人 转行或转业 有很多的理由 当然 对 可是我最不希望的 其实是 你其实是想做这件事情的 假设其实你是想要当摄影师的 这是你喜欢的事情 可是你可能 因为种种的理由 你被迫要 开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最 觉得最 sad的一件事 我喜欢看 我喜欢看 人在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状态 是会发光的 所以我觉得 都是这样 就是你知道那个人 在做的事情 是不是他喜欢的 因为看得出来 对我来说 那你喜欢看你自己 在你工作的领域的时候 你在发光的样子 我不知道 我在工作的领域 你会很羞愚去看 你在工作领域的时候 你在散发光热的样子吗 我没有特别 我不太会去看 我自己怎么样 因为我通常在现场 或是在拍摄 不管是平面 或是拍戏的时候 反正我就是顾好 我自己的状态 如果在拍戏的话 就是顾好角色的状态 然后如果在拍平面的话 就是顾好 自己跟衣服的状态 还有整个情绪而已 其他的就交给他们 反正如果状态不对的话 他们就会来跟我讲 那如果是说在戏播出的时候 看着大萤幕 看着电视 你会看着自己的表现 说阿确士林 他妈演得真好 哎呦 都把我笑音 你会在心里面默默地说 这场戏我还真的演得真不错 从来没有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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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音的部分不算的话 或者是说这段 其实我诠释的好像还不错 蛮到位的 不会这样子 不会 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觉得 这个通常是后期 后期导演跟剪接的工作 他们会 因为对我来说 演员都还是在故事里面 一个比较zooming的状态 就是他只能顾到他自己的角色 可是导演跟后期剪接 他们是用一个通篇 一个zoom out的状态 在看整个作品 所以他会挑选他 适合故事的画面也好 跟段落也好 跟演出也好 因为你可能表演了四个take 然后你四段表演都不一样 你可能觉得自己第一个take最好 可是当然到时候用了第四个take 挑的是别的 对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 好很失落很走心什么的 可是当你通篇来看 这整个电影 或是整部戏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他这样好像是对的 他们有他们的专业 跟他们想要呈现 跟说故事的方式 所以我不会特别 去觉得说 我第一个take最好 你一定要用第一个take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就很走心什么的 其实不会 你有很认真的 纯粹以观众的角度 在看 你的作品过吗 我很想要这样子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 真的 当然因为你身在里面啊 我也很想要当一个百分之百的观众 就像我看其他戏剧作品一样 来看我自己的作品 可是因为你知道那感觉是抽不掉的 所以就没有办法当 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当个观众 就是希望能尽量不要被影响 不过那是不可能的啦 你这样一讲的话 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 就是 曾经有一部戏就是 我跟我妹在同一部戏里面 亲妹妹 对 然后 就演朋友 哇 超级不舒服 你知道那感觉 没有办法 我自己啦 超级无敌不舒服 你还是有那个坎过不了 对 就是他就是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他就是你妹 可能就是真的没办法 好险那部戏我跟他互动不多 要不然真的超尬 演朋友还好 又不是演女友 演女友 这个真的不行 这个我真的不会接 你还是会有一点那个你的那个 门槛在那边 我觉得就是这个这个例子 就是有点像回到刚才你讲的 就是 你不可能 不知道他是 就是你没办法说服过不去 你过不去了 他就是你妹 你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抽离 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百分比而已啦 就是说我可以 如果大家可以当看我的作品 是大家是百分之百观众嘛 那我可能就只能当 我很努力很努力 可能当七八十分的观众吧 剩下那个是没有办法 但七八十分我已经 我自己已经觉得很 我很尽力 所以你对你自己而言 不是一个很放松的观众 你看你自己的作品的话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达到放松的程度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 对一定会 动脑 回想 对 审视 对 评估 对 都还是会有 对 就是不够对自己不够放松 可能是吧 因为就是会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因为我有这样子的想法 这样的观念 所以当我有机会回看我的作品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想说 这一场是不是其实可以用其他的可能性来处理 都会想其他的做事情的方法 做戏的方法 所以会有一点这种 就算职业病吗 也不知道 但是我也自己也不会太在意 但是所以就这样吧 但是确实目前如果 我看自己的作品达到百分之百的观众是没有办法 可是我也不会特别觉得 我压力很大或者是不放松什么的 是还好啦 可是只是就是像妹妹那一题一样 就是过不去 对 那创造一个新的角色对你比较难 还是承接一个既有的角色对你来讲比较难 新的就是一个新的一部新的作品 那或者是譬如像做工人电影版 演到回到之前的角色 当然演出工人电影版的时候又回到当时的合作的伙伴 你心情会是开心的 可是演同一个角色的压力会比较大吗 我觉得目前是 就是如果跟比起创造新的角色比较 因为承接另外一个角色是我比较少接触到的 所以可能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比较少这样子 所以让我觉得压力比较大一点 反而压力比较大一点 做工算是第一次吧 第一次 我没有这样子过 所以再多几次会不会顺畅一点 我也不知道 或许如果有机会试试看的话 可以再挑战看看吧 但目前为止是 就是 你当时怎么拍作工电影版的时候 就花了多久的时间把原本 之前的那个人再抓回来 中间相隔几年的时间 两年多的时间 两年多三年吧 对 花了多 我不知道花 我不会想续续计算说 计算说花了多久 但是就是 感觉确实很像 一小片一小片碎片 把它慢慢就是捡起来 捡回来的 前面还有跟导演讨论的 就是这边拿一点 就是不自在 因为可能真的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吧 我觉得 因为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就是要又重新 捡回另外一个 捡回一个原本之前的角色 因为通常 都是一个创造一个新的 新的生命出来 一分手就是 永远不要 永远不会回头 就觉得可以 把它踢 一脚踢走 然后再也不用回头看 所以现在突然间就是 要回去求他回来 就觉得感觉很奇怪 可是你是那种 永远不回头的人吗 你觉得拍完 就是直接就是再见了 对 而且再见了 蛮彻底的 你不会带着可能一点点的什么东西 在你的身上 跟着你走 对 我目前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我觉得一方面是 因为我工作的环境 我唯一一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比较好像是人家说 所谓的出不来 或者没办法抽离 是我在 那个时候在外地拍戏 然后一个月 一个月个多月忘记 好久了 都住在外地 然后所以结束的时候 就都是回饭店这样 跟剧组大家一起住同一个饭店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 好像精神状态会 好像有一点 真的开始有一点所谓的 出不来 因为不太确定自己谁是谁 但我说现在不会的原因是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 我的工作范围大部分都 在北北基淘遗嘱 就是大台北 所以通常就是会回家 那回家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很好的 挥零的点 因为像 催眠 就是要我数到三一二三 你就要醒来 回到家我通常就会醒 因为譬如说 今天如果 我接触的每一个角色 带在身上的时候 可是回到家的时候 我都会醒过来说 欸不对啊 他家不应该讲这个样子 因为我会有那个想象 然后就 然后因为这个催眠的一醒 然后才好像比较可以放松 对 所以 就不太会有 就是长期被 被那个情绪困住的 的状态 人家说所谓的出不来 可是 这样一比较的话 从我的经验里面来看的话 所以真的是 可能是 拍摄 我的工作环境的关系 对 住外地就真的很容易 因为 饭店也是陌生的嘛 然后也累 对 然后也是陌生的饭店 所以其实你不会 有那个 清醒说 欸 醒来哦 因为那里就不是你的地盘 对那就不是啊 对啊 对啊 可是你知道 譬如说阿权好了 这样讲到做工好了 阿权人家不可能是长 我知道阿权人家长什么样 假如是货车 对对 不是 不是 我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会产生一个 类似 点醒的效果吧 提醒这样 这种破解催眠的 一个Q点 我觉得 其实你颇理性的 你在这个方面 其实蛮理性 你怎么知道 找回 属于你自己的生活 知道 你知道怎么找回 怎么 怎么施展那个催眠书 我觉得是 透过工作 我工作的特性 我自己觉得 有某种程度上 是帮助 我自己更了解 我自己 就是角色 很多角色会做的事情 都不是 自己会做的 你本人会做的 所以其实透过跟这些 角色跟这些人相处之后 我觉得我都把他们看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对 就是跟这些人相处之后 久了你 我自己好像也会更了解自己 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很多事情 其实对我来说 不管是家里布置的样子 或是平常会吃的东西 它都会跟角色产生落差 或者是反差 所以我觉得还蛮 对我来说还蛮好的 我自己是蛮享受这样子的过程 但是因为你自己知道 找到了那个 区隔的方法 可能吧 所以才会享受其中 如果纠缠不清的话 就会比较辛苦 就像你在外地拍戏的时候 对 牵扯住了就 对 难以自拔 对对 我觉得那个 那个情绪状态是比较 危险的啦 我觉得 对 所以在外地的话 可能真的会比较 比较容易有 所谓真的变成是 你被那个情绪绑住 然后出不来的状态 我觉得是这样 在经历 你严格来讲 你拍戏拍了几年啊 十 十几年 十几年来 你就是一直在做 你热爱的事情 然后至今 没有 没有所谓的什么 倦怠啊 什么喘息 什么 就是可能你累了 给你一点休息的空间 或者是 把你推到一个 很有趣的 很多有趣的人的剧组 就会让你重拾 那个热情 因为我不会 我没有抱持着一些 就是说 职业倦态一定会来 或者什么 我就是放得很空 然后感觉怎么样 就怎么样 对 然后目前为止 好像真的都还没有 让我觉得就是 要大力拍桌子 说 哎 停 我接下来半年 我都不想要了 目前真的没有 我以为 我也以为我会有 或许他 或许也确实有 只是还没有到 maybe我不知道再过五年 再过十年 对 我不知道会不会到 但我都是还蛮open的 反正是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 那就 好吧 蛮幸运的吧 我自己觉得 也许这就是 可以维持热情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放得很空 然后 所以可以再倒多一点 倒满一点 因为你是够空的 就不会满出来 可能吧 我自己真的没有想这么多 就是 我不会去预设太多的事情 比如说 我下一个作品在哪里 我下一个作 我下一个角色 想要挑战什么 其实我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预设 然后跟 我下一个作品 能不能再跟谁合作 完全都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反而可以 比较 我自己觉得比较轻松 然后可以一直 一直清空 所以才能一直继续做下去 我不知道 maybe 像一开始我提到的 就是 我觉得你的个性 应该就是不会想要把 得了什么 讲什么 讲这个事情 一直放在身上太久 你就是一直很 free 让自己很空 对 可能是吧 但是 但是有得奖跟入围的肯定 我觉得还是 当然还是开心 特别是 特别是我都会 因为我的工作 它是一个集体的工作 所以我都会 很替作品的大家开心 因为特别是 因为大家会比较关注奖项 所以 可能之前 对啊 我之前也是讲过一样 哈哈哈 对 没有 但是真的啦 比如说你不是每个人 因为它资讯这么多 然后选择这么多 你不是每个人都 听过或看过一起 可是你会因为入围这件事情 或是什么的话 然后注意到 然后关注到 对 然后我觉得这对 团队来说是很好的 一个宣传的机会 然后 对让作品再次 然后被更多人看见 我觉得这才是我最care的事情 当然 就是你不会让这个事情 在你的身上 但是其实这些是 这个奖是大家的 对啊 我当然觉得是大家的啊 对啊 如果没有化妆 如果没有发型 如果没有美术 没有造型 就是拿来 拿来这个角色 他 对 他都 我的工作对我来说 一直都是一个集体的 创作跟集体的 一起 产出的一个东西 对 是这样看 所以 明天开始 你要回去继续拍戏了 没有 接下来 现在修到 有几天的休息时间 恭喜你 对 有些其他杂事要处理 但还好 但OK啦 没事 我都还 我真的都觉得 我也会想象说 自己崩溃 就是 或者是你说的 倦带到的时候 会是怎么样 我有想过 可是他就是真的还没有到 我没有到那样子的感觉 所以 一切都真的 既跟以前一样 无聊 没有什么爆点 然后又 继续在做你 平时 对 继续的做着你热爱的事情 对啊 就是你 这样就够啦 你总比无聊没有爆点 然后但是人生又很 很无趣的好吧 我不知道 对 就是 谢谢 对 常常会跟人家开玩笑 讲说就是 有访问什么 现在都不用访我啦 就是你拿之前访我 就是复制帖上 其实是差不多 不不不不 因为你为了什么 就是对 不一样的问题 不然的话 回答都会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人物专访第100期 很高兴 谢谢 恭喜你们 也谢谢你们邀请我 谢谢 100期真的 很特别的嘉宾 非常不容易 对 现在很困难 100期就知道年纪 我年纪大多 大多少了 还好吧 还好吧 不要在意这种事情 没有在意 没有在意 对 对 所以我觉得 祝福你们可以往200期埋进 我们再继续再做我们热爱的事情吧 是的 对 谢谢士林 谢谢 谢谢 谢谢